江宝宁现在需要家人陪伴 是 电视剧《家南传》正在热播 皇帝赵义对江宝宁图谋不轨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他仗着与江宝宁轻为竹马 动不动就要求宝宁嫁给自己当皇后 还好赵义的计划没有得逞 江宝宁最终与他心爱的男人成了婚 他就是李谦了 话说李谦只是个禁军侍卫 称死三品的官 却能抢到皇帝的女人 李谦注定要受到赵义的针对了 这不 李谦江宝宁蜜月期还没过呢 赵义就迫不及待把他派到边疆去执行任务 由此李谦遭到敌军大部队偷袭导致全军覆没 这一消息传回都城顿时炸开了锅 赵义高兴急了 趁此机会将江宝宁召进了宫中 美名其约说要安慰他 其实赵义还是为了江宝宁收尾自己的妃子 而在另一边 李谦并没有死 他浴血奋战直至胜利 但等他回京后就猛掉了 只看见皇帝赵义强行要把江宝宁立为贵妃 若是李谦晚回来一步 自己的妻子就要成别人的了 也不知道之后剧情会怎样发展呢